歡迎繼續收看中國禁聞 全球退出中國共產黨共青團少先隊的人數 已經突破了4億 三退運動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明白 假惡鬥的黨文化不是人類應有的價值觀 前大陸媒體人趙蘭健今年3月退出少先隊 他表示自己的人生應該掌握在自己手中 不是中共邪黨說了算 2004年11月19號發表的《九評共產黨》系列文章 揭露共產黨邪惡本質 引起了各個領域極大的震動及反思 觸發中國廣大民眾退黨大潮 截至2022年8月4號 退黨網站共收到4億人的公開聲明 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 前大陸媒體人趙蘭健也是其中一位 做這個少先隊員人人都要去爭取去露團 那麼我也就是隨波助流 但是等成年之後我才恍然過悟 趙蘭健表示 中共少先隊組織是一個暴力組織 非常不適合兒童 但是在中共教育的灌輸下 是非已經分不清了 我們小的時候所經過的這個教育訓套 像什麼小兵張改啊 或者是劉忽蘭啊 這樣的故事我認為 在當今社會的主流社會裡 都是不應該被稱頌的 因為兒童思想的觀念還不成熟 那麼讓兒童去從事一些暴力 或者抵抗暴力 本身碎骨去抵抗暴力的行為 在當今的全球的主流社會裡 也是不被認同的 今年1月發生在徐州封縣鐵鏈女事件 引發國際社會的強烈關注 原是中國記者的趙蘭健 本著記者有揭露事實真相的職責 實名舉證小花梅舅舅 不認識鐵鏈女的真相 卻在北京遭徐州公安跨省約談 卻給自己惹了非常大的煩惱 那麼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時候 我特別感謝海外的一些真正的媒體 像大紀元 像新唐人 像美國之音 給了我一些聲援 然後也給了我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和指導 鐵鏈女事件使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 認清中共的邪惡 紛紛在海外大紀元網站上聲明三退 大陸民眾在三退聲明中表示 自己通過鐵鏈女事件 徹底認清了中共邪惡、流氓、無恥的本性 並相信善惡有報的天理 就選擇了退出少先隊和退出共青團 趙蘭健表示 人生應該掌握在自己手中 三退後的人生 他多了一份自信與安定 我認為人生的價值觀的選擇 應該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而不能是被輕易的 任何的一個組織機構 或者是政黨機構輕易的灌輸 我認為在當今社會 信息多元化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成立於2005年 總部位於紐約 目前全球已有100個以上的服務站或服務點 有成千上萬的志願者 在為中國民眾退出中共及其附屬組織提供服務 通過各種方式向中國大陸和世界各地的華人 廣泛傳播九評共產黨 並協助退出中共黨團隊 也就是三退 在中國大陸還有幾千萬到上億的法輪功學員 冒著被抓捕被判刑的危險 向身邊的親朋好友 向廣大的中國民眾講真相勸三退 到目前為止 退黨的步伐一天也沒有停過 退黨運動告訴中國人 假惡鬥的黨文化不是人類應有的價值觀 退黨運動把中共殘害中國人的邪惡大白於天下 在全球退黨義工們日復一日地講清中共真相的過程中 世界也日益看清楚 中國共產黨不僅僅殘害中國人 它也是世界動盪之源 在這場所存在